各可以產生256種 256就0到25 也就是說2的24次方總顏色 RGB可以產生多少種顏色 2的24次方大概等於1000多萬 也就是說QB Color只有16種顏色 可是RGB可以產生1000多種顏色 不過如果你是簡單的 假如你只要給他一點顏色的話 用QB Color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用比較漂亮的顏色的話 就可以用RGB 我們來看一下QB Color 這個地方你不用背 因為以後你按F1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顏色 它的數值特別注意是從0到15 不是1到16 你如果給一個16的話 很抱歉 就會產生錯誤 因為它沒有第16種顏色 OK 那分別是什麼 黑色到白色 中間的話有這些顏色 不過你會發現都是什麼 淡色系 從9到14是什麼 淡藍色到淡黃色 其他有藍色綠色 就是主要的顏色 如果我今天希望給他一個紅色 那我這邊直接把這邊改成4 改成4就可以了 把數字 如果是12的話 12就是這個顏色 淡紅色 那我改一個紅色 比如說4 直接執行 這一行直接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一個顏色加上去 但是特別注意 你想說 老師他加紅色感覺好像不太紅 為什麼 因為你優標 我記得好像要把它移開之後 就是你在選舉狀態的話 他會幫你反白了 對不對 所以你移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就紅 但是呢 他雖然講紅 可是紅的有點奇怪 好像不紅 好像又像有點咖啡色 所以這個紅色 他好像也不是真的是紅色 那如果說你要變更顏色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就直接在這邊 再改一下 比如說我改成淡紅色好了 那這個地方 不過我現在優標是在塵 我們用淡紅色看一下 那一樣 他會反白 移開來 就是這個顏色 反而我發現淡紅色好像比較紅 這個好像是有點是 有點是深紅 那第一個是如何加顏色上去 那顏色加上去方法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Cubic Color 只有16種顏色 那你想說 老師這個顏色我不喜歡 我可不可以漂亮一點顏色呢 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有沒有 Copy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呢 把這一行註解一下 我不要用這種方式 我可以加一個RGB 那RGB這個函數的話 你不用死背 你就刮虎一下 RGB刮虎 他會跟你要什麼 要三個顏色號碼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也不知道什麼顏色是代表什麼 其實有個方法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就類似的 比如說我今天 我不知道顏色 但是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這兩個 箭頭 其他色彩 這邊有個調色盤 對不對 你可以任意的調整一個顏色 有沒有看到 可以先點一個 比如說我要藍色C一點 然後我要往下一點點 大概就是這種顏色 那這種顏色我如何把它變成RGB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 就會有顏色了 有沒有 61 34 176 如果你把這三個數字填上去的話 就會產生你要的這種顏色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顏色 該怎麼加上去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樣好像在入門班裡面 就有提過了 所以這裡的話 我剛剛給他求一個整數 60 然後這個30 然後這個180 好了 就是這樣這樣子 就有這個顏色了 OK 好 這顏色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要加到這裡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數字填到後面 60 夠點 30